北极,地球的最北点,这里除了巨大的冰山,就是矮矮的白雪世界,这里有着世界上最低点的温度,也保存着世界上最远古的冰山和积雪。 500年来,人类为了征服这片神秘的未知世界,付出过惨痛的生命代价,而当时人类征服北极的唯一理由只是要开辟一条从欧洲通往中国的新航道。 1527年,一个叫托尼的英国商人,向英国国王提出建议,通过北极点去寻找一条更为洁净的通往中国之路。 200年后,同样的理由,英国人开始再次尝试,尤其在北极航行编年史出版之后,犹如藏宝图现身,欧洲各国争相派出船队,沿着北极航行编年史,记载着韩国附近的航道和线路, 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极地竞争比赛,正当穿越北极第一人,从此来开了有组织规模化的向北极挺进的序幕。 英国人首当其冲,凭借着当时最强大的海军部队,接连派出强大的海军部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北极探险活动。 但是,1845年发生的富兰克里全军覆没的惨势,彻底击溃了英国政府北极的信念。 从此一蹶不振,北极西北航道的探险,陷入了一个停摆的境地。 西北航线的势力让人们的目光开始聚集到了东北航线的探险中。 1878年7月18日,芬兰人埃的福尼雷克组织了一支由瑞典、俄国、丹麦、意大利和挪威的五国海军军官、科学家、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水手组成的国际探险队。 一行三十多人,率领四送舰艇,又一次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北极东北航线探险之旅。 9月初,他们的船队顺利进入楚科西海,眼看上了在旺之时。 不料一股巨大的寒流变封了周边的一切,把他们的船只牢牢地冻结在了楚科西海冰面。 动弹不得,好在船队所带积养充足,人员和船只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失。 在极地沿寒中,苦待了十个月后,终于等来了一股强劲的南风,吹开了围困船只的浮兵, 为他们吹出一条通往胜利之路。 1879年7月20日,他们终于绕过了亚洲大陆的东北角,进入了白令海峡, 从欧洲经北极到中国的东北航道由此开通。 东北线航道的贯通,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北极西北航线探险的热情。 一个挪威人出现了,面对英国人失败的经历,挪威人艾芒森吹响了地盛的号角。 1897年,他先一大副身份加入比利时船队远赴南极,并在南极渡过了整个冬季。 1903年6月16日,在寒冷的挪威的海港,阿蒙森和六个志同道河的伙伴悄悄地离开奥斯路码头, 驶向茫茫大海,正式开启北极征程之旅。 8月20日进入拉卡斯特海峡,两天后登上了富兰克林当年被困厚全军覆没的小岛。 想必富兰克林,阿蒙森的运气又好得多,在这里,他们不仅掠到了迅路,而且还交了好多艾斯基摩朋友。 在这个漫长的冬季,他们研究了多条穿越北冰洋线路方案,1905年8月26日,他们驾驶着格加号小船,终于成功穿越了加拿大北际地区冰山林立,岛屿密布的迷宫,进入了广阔的波富特海域。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美国普京的美国九金山的普京船队。 两船的相遇,人们都兴奋的相互致意,人们奋斗了几个世纪的目标,终于在这个时刻变为现实,从欧洲到亚洲的西北线航线终于被打通。 从英国人托迷1527年提出建议,到1905年北极西北航线走通,整整378年时间,几代欧洲人混迁梦绕道,两条跨越北极通往中国的新航线终于贯通。 人类从此在北京迈出了崭性步伐,欢迎大家发出您的认识,欢迎大家评论。 如果您对本文还算满意,请您获转发。 谢谢鼓励和支持,关注我们,或许您关心的讯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 könnt订阅明转发。 感谢观看